现在进入第三周了 人数似乎不断的在衰减当中 立法院长王金平进入了一场跟学生喊话 今天学生在退场时间 似乎有了初步的规划 林飞凡的意思是 等一下今天晚上要公布退场的机制 跟时间要确定学运的去留 冒着小雨学运总指挥林飞凡 一行人积极奔走劳团 开会商讨 终于到了思考退场机制的十四路口 一句辛苦了 学生占领立院迈入第三周 场内场外学生人数奏减 脸上藏不住满满的卷容 在昨天王金平院长的回应之后 我们得到了初步的进展 最快今晚能够跟大家说明 我们这场运动未来的走向 或许是因为立法院长王金平态度奉软 林飞凡台上感性演讲 像是告别演说 究竟走不走 到目前为止学生还没有共识 希望让大家的意见都能整合好 会整好 所以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们希望花更多的时间来换取共识 我大概可以跟大家讲 是目前所有的方案学生都还在讨论 针对这件事情有正式节律会跟大家报告 外传黄国昌建议周四是最佳的退场时机 318学运在坚持21天之后 下一步何去何从 继续还是离开 晚上就有答案 记者综合报道